在星期三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这个数据显示 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叫上年同比增长了5.9% 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但是高于3月份的表现 另外中国还在星期三公布了 在上个月4月份的零售的数据 年底的增幅是达到10.0% 略低于之前的预计 在星期三的时候 在关注一下欧洲方面 法国是公布他们第一季度的 GDP的预估值 增幅达到0.6% 那是高于预计的 德国则是公布他们4月份的 CPI环比的增幅没有变化 同期德国也公布 他们第一季度的GDP的预估值 增幅只有0.3% 这里说的是环比增幅 那是低于之前的表现 以及市场的预期 同时法国也是公布 他们上个月的CPI 环比的增幅是0.1% 再关注一下意大利 也在星期三的时候 公布他们第一季度GDP的数据 那环比的增幅是0.3% 另外呢 英国呢 则是公布了他们呢 在上个月的劳工市场的报告 失业率呢 小幅下滑到了5.5% 再来关注一下 整体欧元区 在今天的表现 星期三公布GDP呢 在第一季度的预估值 那环比增幅只有0.1% 那年比的GDP的增长呢 只有1.0% 都是不及预计的 另外呢 欧元区呢 还公布了他们最新的工业生产的数据 环比还下滑了 0.3% 再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的消息 在星期三呢 公布了4月份的零售的数据 环比呢 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 也是低于预计的 另外同期还公布了最新的 进口和出口的价格指数 在4月份的时候 分别是环比下滑了0.3% 和环比下滑了0.7% 另外关注一下 刚刚公布的三月份 美国的商业库存的数据 环比是增长了0.1% 也是呢 不及预计的一个呢 数字 现在呢 美元的走势是承压下滑的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上升到了1.1332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 上涨到了1.5694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 下降到了119.22 今天呢 会是关注的焦点呢 是美元对于瑞士法郎的比价 现在是下降到了0.9197 现在呢 保持在压力线之下呢 0.9295之下呢 进一步的承压下滑 短线期看呢 整个的比价呢 会一直保持在压力线之下 并且呢 滑落到0.9205之后 现在到0.9150 如果呢 比价呢 再次反弹 并且突破了0.9295的话 还是有望能够进一步的上升 首先达到日中的高点 0.9360之后 上升到0.9415 再关注一下贵重金属 在周三的表现也是呢 出现上涨的进一步的反弹 那黄金的价格 已经上升到了 每盎司1213.90美元 已经呢 是打破了之前下滑的轨道线 相对强弱指标 RSI的走势呢 也是呈现向上的态势 如果呢 金价能够稳固在 每盎司 1185.30美元之上的话 未来有望呢 会不但突破呢 每盎司1200美元 还会呢 突破呢 每盎司12007美元 如果呢 现在的价格呢 再次出现下滑 并且跌破 每盎司1185.30美元的话 就可能会首先滑落到 每盎司1180美元之后 下降到每盎司 1169.50美元 所以我再来关注一下 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了 每盎司17.14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锤铃三潮 财经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